這三天兩夜呢 有一個跟我們小隊員最熟悉的人 大家猜猜看是誰呢 沒錯 就是我們的小隊長 對 沒錯 那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他們都在做什麼呢 走 馬上來訪問我們今天的學長 吳威城學長 非常好 學弟好 請問你現在帶小隊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環節 有來自四面八方的服飾 像敬拜團或者是安總 然後可能大家平常沒有到那麼熟 可是因著這次的training 我們就是聚在一起 更多的 彼此更多的認識 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 這次小隊的一個 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價值 那我想要問一下 平常在吃飯的時候 就是小隊長在帶吃飯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樣的Petball 要怎麼帶領大家 餐盤拿就吃啦 沒有什麼Petball 那這個環節有覺得 很領巨大家的感覺嗎 有啊 有啊 就看看大家有沒有吃飽啊 然後沒吃飽的話 看可以的話就把它填完這樣 那你可以幫我關心一下中翰嗎 中翰怎麼了 中翰 中翰有吃飽嗎 正在吃 OK 所以我們看到小隊長 他平常就是這樣關心他的小隊員 平常中午的時候 然後吃飯的時候就是這麼尷尬 最好是 那再來問一個問題好了 那如果你的小隊員 他沒有吃飽的話怎麼辦 沒吃飽是不是 旁邊有Saven去買 喔 好 我們謝謝 待會兒 好 那謝謝我們學長 好 Check it out 謝謝 好的 說到小隊長呢 一定不能夠略過的是 我們三天裡面很重要的 同樣每個活動都同樣重要的 大地遊戲 沒錯 沒錯 所以呢今天呢 我們就要歡迎我們的學姐 亭安出場 Yeah 亭安 亭安 我也來 耶 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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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帶小隊是不是很有熱情 對 Yeah 好 我們要問一下學姐了 在跑大地遊戲之前 你都會有怎麼樣的準備 就是在對小隊員 可能激勵她嗎 還是怎麼樣 加油 加油 就這樣嗎 加油 Yeah OK 那我想要問一下 跑大地遊戲的時候 小隊長需要有什麼樣的心理建設 先 再說 喔 先是先 可以嗎 沒關係 我們到時候會幫你剪掉的 我才不要 聽說我們今天是要實習一次嗎 帶領小隊 對 太棒了 是嗎 好 那邊可以走了 Bye Bye 好 那我們現在呢 跟這些小隊員 建立關係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要先帶領他們 喊口號 你們是第幾小隊 對 所以我們一起說 1111得第一 1111得第一 Yeah 我們超有熱情 我們一定得第一名對不對 沒錯 Yeah 出發囉 好 趕快把他完成 好 趕快把他完成 好 加油 Bye 快 加油 我們已經玩三關了 好 加油 Yeah 另外一個隊長呢 我就是一定要帶領小隊員 一起來玩這個遊戲 所以由我開始 我先 每一個小隊員都要上來試一試喔 來 然後等一下呢 我們的小隊員就要進來 來 用一點花呼 Woo Yeah 加油 加油 牛仔 跳太慢了 不想看 跳太慢了 不想看 對 好 Way 那我們派一個小隊員出來玩 好 下一位我們請 夢衛 Yeah 夢衛 我們王庫歡迎他 夢衛 夢衛 我們要活著床 踏行紅衣 熱情 加油 放到鼓掌 鼓掌 Woo Yeah 加油 Woo 好棒 鼓掌 Yeah Ride 我跟你緊 Yeah Yeah 好 你人真好 我們來到了下一關 尋找到我們的 Holy姐 我們歡迎她 Yeah 大家好 我是Holy姐 Holy姐可以請妳講一下 遊戲規則嗎 遊戲規則就是 現在大家先圍成一個 拳拳 手牽起來 你要牽手 好 要牽手 沒關係 我們手牽手吧 Come on 我手上都是雨水 沒有關係 來 我們來牽手 來 牽 牽手 好不好 我拿來 眼睛好好喔 哇 耶 完成了 Yeah Yeah 謝謝 我們拿到黃金背心了 過來 黃金背心 柯天安要穿啊 對 要啊 小隊長都要穿 對不對 小隊長要負責到底 所以他們要把黃金背心穿起來 沒錯 所以 由我們的學姐示範穿黃金背心 我們還在學習 所以有些東西我們不太會 我們就是要讓小隊長 像我們學姐來為我們示範 穿起來 來 穿起來 然後呢 來 繞一圈 繞一圈 然後你要說 Bling Bling 拿來給我 好 Bling Bling 我們完成了 謝謝學姐 我們到下一關 Yeah Check it out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來 請學姐幫我們評分 看我們這一次 一日系列到底能不能成功 來 學姐 一到十分 妳給我幾分 九十八 那剩下那一分是 太多了 OK 妳說什麼意思 好 好 會改進 好 那請問妳給那個 佩萱幾分 十分 啊 我覺得有十分 謝謝學姐 Oh my God 學姐不常這樣子 這麼樣誇張的鼓勵人 謝謝學姐給我們的評分 Yeah 好 那最後我們想請 庭安姐給我們其他 如果妳有想要報名 那個小隊長服事的 給她幾句話 小隊長就是 自己先死了再說 舍己 然後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除非妳的小隊員 願意做妳不要做的事情 不然就是要做小隊員 不做的事情 加油 I'm man 哈囉大家 嗨 然後趕快我們的小隊長 歡迎亮瑩姐 好 請問一下亮瑩姐 妳當小隊長多少年了 今年是第六年 第六年 好久 不可以 我們要說很資深 然後經驗很豐富 繼續 可以再做個十年對不對 沒問題的 想要問妳說 為什麼當初會想要加入 這個小隊長的服事 是怎麼樣的原因 是誰幫妳推入這個 火坑嗎 美好的服事 對 當初我記得我拿的服事表 問嘉靖老師說 我能夠做哪一個服事的時候 她跟我說 妳什麼都不會就去當小隊長了 然後做著做著就六年過去了 但我覺得加入小隊長之後 就變成什麼事都會做了 對 真的 那她們吃早餐都吃得怎麼樣 很慢嗎 吃得怎麼樣 她們都快速解決 真的嗎 吃得滿慢的對不對 她是因為服事的緣故 服事的緣故 怎麼剩下她一個人在吃 她們都忙著帶著早餐去服事 那吃早餐的時候 妳會跟她們聊天嗎 聊天 會 就跟她們聊一下 會不會聊一聊就尷尬這樣子 聊一聊就尷尬 這當小隊長都要必有的技能 就是要化解尷尷 那尷尬的時候妳都怎麼做 笑笑過去 對 帶小隊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什麼樣的事情 讓妳覺得印象深刻 我記得在前年的時候 就是小隊員進主會堂的時候 她就說亮姐我有帶美工刀 我帶了一堆很多危險物品 然後我就說來妳現在 把所有的東西都交出來 然後其實那一天 就是她在房間也是大吵大鬧 但是我覺得很感謝神是 因為她其實是有一點過動的一個狀況 所以她其實沒辦法控制她自己 那我覺得很感謝神是 因為牧師說要我們要 就是要找到她們的優點 然後去鼓勵她 讚美她 所以在人生腳本這個課程當中的時候 我看見她有一個選項是 她很多事情都做不好 那個選項是最高分 那我 我覺得我就問她說為什麼 就是因為常常在學校就被老師罵 就爸爸媽媽罵這樣子 所以她覺得她自己 什麼事情都做不好 但是我覺得很感謝神是 在那一堂課前面的敬拜 我看見她就是火熱的跳舞 敬拜神 所以我就用這個東西去鼓勵她 就從那一次 就因為我這樣鼓勵她之後 她就這個眼神就不一樣了 然後從那天過後 就超好帶她的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讓我還滿感動 印象深刻的 所以這個是她服飾當中 一個算是很成功很美好的例子對不對 我覺得有時候就是遇到新朋友吧 就是他們可能第一天 第二天他們都不願意敞開 然後也不願意參與活動當中 甚至寫信 然後他們都就是隨便亂寫 或者很敷衍你 但是我覺得其實就是很多的禱告吧 因為我自己想想 我在一開始寫信的時候 也是寫的亂七八糟 也是不太聽小隊長的指示 所以我能夠同理他們 所以我覺得最多就是為他們禱告 但是其實到後來都 我覺得她會被我們的熱情所感染 願意的慢慢的敞開心 然後我常常就看到 他們在第二天晚上的課程當中 就願意到台前抉擇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棒的一個畫面 對 謝謝亮銀姐的分享 謝謝 這幾天體驗下來 我覺得小隊長生活 真是非常多采多姿 就是早上呢陪小隊員吃早餐 中午陪他們吃中餐 有時候還要陪課程的陪伴 而且還要跑大地遊戲 真的是非常多采多姿呢 而且啊 尤其是如果遇到那種很冷淡的小隊員 小隊長還要帶氣氛 然後呢 在很熱的天氣底下 小隊長一定也覺得很累啊 但是他為了要可能帶大家大地遊戲的時候 一定要讓大家有想要完成的那個心嘛 所以就要帶那個氣氛 真的是覺得 哇 這真的是一個不容易的一個服飾 所以我們要感謝全天下的小隊長 祝福他們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好啦 所以我們今天一日小隊長 成功 Yeah 成功